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九之三 for in 回圈 那前面我們教到的回圈都是用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這邊我們教到JavaScript比較好用 比較簡單的for in 回圈 好 然後我們先 前面會先看到什麼是for in 回圈 再來我們怎麼使用它 再來是for off 回圈 好 什麼是for in 回圈呢 就是你在JavaScript裡面有for for each的回圈可以用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直接用for 假如說我要拿正列的話 就是array這邊 正列的來說的話 那其實你用for in 就可以來做 好 for in 跟 for 的比較 它結果其實是會一樣的 那用for回圈的話 我們要取得物件的長度 我們是不是還要去拿就是 比如說你要的那個正列的.length 你沒辦法直接拿 可是像for in 的話它會直接把 就是這個正列裡面有多長的東西 直接突出來 他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code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a的正列 那以前我們是不是還要什麼 var i 等於0 然後 那個到點 然後 i 小於 a.length 然後分號 i++這樣子去做 傳統的for是這樣子做 但現在我們用for in的寫法 好處是怎麼做呢 我們直接var i in a for in這樣子寫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去印console.log i 它就會跑出它的index 0123 好那我們直接來寫寫看 我們今天有個新的檔案 等一下 好我們有個a等於 裡面是什麼 1 2 3 4 1 2 3 4 for 好它用var 我們就用var var i in a 然後我們去log吧 i 印出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是什麼 直接跑 這是我們拿到的東西是 for in的拿法 拿到i是什麼 拿到的是它的index 對不對 那我們有學到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取得 一個 正列 它的值 我們是不是要 a 然後把它index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取到它的值了 那我們看一下是不是 它的值就會印出來 1 2 3 4 1 2 3 4 OK 好那如果我們今天用在物件上面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邊有一個黃曉民的一個物件 那我們這邊就拿我剛剛前面code的物件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再建一個好了 9-3-2.js 然後我把剛剛前面這個 它要多一點 好像這邊 9-1-2.js 好這個 這個 person 我們把它貼過來 然後我們去log 把i印出來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這次我們拿到的是什麼 我們這邊拿到的是它的index 有沒有 那它這邊它的index 其實不是 不是index 它這邊拿到的是key 對不對 name age speak 那我這邊呢 我先把speak先拿掉好了 因為 喔這邊 我把alert改成console.log 那這邊呢 我實際要拿到它的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寫什麼 我們可以用 說它是key 然後加 然後就知道說 喔 它的key有這些 然後呢 我們這邊 可以 log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assess它的value 怎麼樣去取用呢 person 那個i 偷偷看 OK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有沒有 name 然後 荒笑名 然後27 然後這樣 那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在一行裡面 那我們就這樣子喔 我們就把它 加起來 然後 然後中間呢 我們把它放一個空格 然後 後面寫什麼 value mark 然後再加上 我們剛剛拿到的這個東西 好 這邊我們就會看到的事情是 有沒有 它的key是什麼 喔 然後就是key 是name 然後value是黃小明 age27 然後這邊是一個function 那它沒有對齊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 反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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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看一下會不會對齊 喔 反斜線好像錯 喔 喔 什麼這個 喔 它可能 如果兩個呢 會不會就對齊 也沒有它也是差一個 好吧 它可能都差了四個吧 是不是 四個 對四個 BA 差四個 edge太短 好 這個是 9支3支2 好 好 再來我們提到 呃 4off 那我剛剛一直在提到的事情是 它印出來的是 它的index和key 那4off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4off在做的事情是 4off在做的事情是 它印出來的跟4in不太一樣 那我們又要再建一個 新的檔案 那我們建一個新的檔案 我們把它叫做 9支3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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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3-1 就是我想要把 剛剛這個 -9-3-1 的東西拿過來用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我如果把他的 for in 改成 for off 會變什麼 狀況 我們在這邊看到說 欸 我直接 for off 拿到的 i 就是他的 value 了 直接拿到他裡面的值 有沒有 他現在不是拿到他的 index 喔 是直接把他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直接 i 就是 1 2 3 4 有沒有 他說 哇 這實在是太方便了 那我們要同樣的 我把它拿來做在 9-3-2 先把它貼過來 那這時候我們這行就要改一下啦 就是直接 log 他的 i 出來 但我把 for off 老師說 欸 老師你不是說直接把它改掉 那我們就跑 然後就會錯給你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 for off 就是這個狀況 他說 is not iterable Iterable 意思就是 呃 沒有順序性 不能直接這樣子 疊代 Iterable 就是疊代的意思 所以 因為物件是 不是像 像 array一樣 像數列一樣 的性格 呃 特性是 它有 index 是有順序性的 從 0 一直排排排 往後排嘛 它是一個一個 key 去查的嘛 所以 你不能就是直接用疊代 就是 for off 是 它是照順序的把東西拿出來 所以後面我們會提到一個解法 這邊呢 要把它解決的方法就是 用 object key 這邊好像少一個 s 那 object key 的做法是 就是 我要 object key 是什麼呢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先 註解好 我們先 log 然後我們先直接來看 object 點 keys 然後把我們剛剛這個東西丟進來 我們會發現 object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的功能是 你把一個物件丟進來的時候 它會把它的 有哪些鑰匙 列給你看 然後用一個數列的方式 列給你看 OK 所以你用 用數列的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它 有哪些 keys 它有 name 有 edge 有 speak 這三個東西 那因為 這個東西是有 就是 這個東西是有順序性的 所以 你在這邊用 for off 你就可以怎麼做呢 就可以把原本剛剛這邊 不能做的 然後你用 object keys 把它拿來 這時候它印出來了 這個 因為它 我們前面看到它 是一個數列 所以它把 i 印出來 是什麼 它把 i 印出來 還是它的 這個數列裡面的嘛 你可以把它 想像成它 是一個數列 所以你這邊你還是要 這樣子的做法的話 i 跟 person 有沒有 name 黃曉民 age 27 speak 它是一個 function 那你不如就直接 還是 為什麼還要再多加一個 object key 你就直接用 for in 其實就比較方便嘛 可是這邊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for off 的做法 因為這邊它印出來 是什麼 它這邊印出來 其實是 我現在的 我先把它轉換成 object keys 把 person 轉換成 object keys 然後我拿到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數列 然後這數列裡面有 name 就是 array array 裡面是它所有的 key 然後我 for off 的時候 其實是拿到 name age speak 出來 然後我要 access 這個 物件的 這些 value 我還是必須要把 key 丟進去 我才可以找到 OK 那這邊是 9-3 9-3 9-9 9-9 9-9 9